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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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下绿色的树目 放松下眼睛啦 好晚 好晚 咦 看着树目 感觉对眼睛真是好舒服喔 咦 看着树目 感觉对眼睛真是好舒服喔 咦 看着树目 感觉对眼睛真是好舒服喔 Merry姐姐呀 为什么会这样呢 哦 等我告诉你们吧 由于绿色呀 青色呀 这类颜色对光线的反射比较柔和 所以 当我们看着绿色的树目 绿色的草地 眼睛就会觉得比较舒服 而电视的画面好光 颜色又好鲜艳 对光的反射非常强烈 会好似眼 看得久 眼睛就会不舒服啦 所以 电视不可以看太久的 如果不是 就会近视的啦 大家明白未呀 明白啦 咦 我们常日都看下Billy 不可以放松对眼咯 哈哈哈哈 还有呀 最好看多些软的绿色树目 因为看得远呢 眼睛会得到放松 对眼睛就更加好啦 原来是这样的 如果家里有很多树就好啦 Merry姐姐 你可不可以教我们画树呀 我要画很多树贴在家里呀 当然可以啦 好 今天我就教你们画树啦 喏 我们画之前 要仔细看清楚它的样子先 树的形状啦 树的形状啦 树叶啦 树叶啦 树桿啦 树桿啦 各个部位都要观察清楚 才能画得好的 大家看清楚未呀? 看清楚啦! 那現在,我開始教大家畫啦! 好! 首先,我們畫兩條方向相反的弧線 然後,畫一個尖尖角 將兩條弧線的頂部連起來 在底部畫一條直線 將兩條弧線連起來 再畫一條直線 这就是树干啦 最后, 画几个连在一起的弧形 围着树干的顶部 这就是树叶啦 看下, 树的形状画好了 现在可以帮它图颜色啦 图颜色要耐心点 颜色要图均匀 不要图出界呀 好, 给我转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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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